前面的课程我们讲到大阳线走势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大阴线走势 所谓大阴线走势 就是当天开盘位置到收盘位置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那么特别是像这种实体的阴柱的话 未来股价大概率会迎来调整 其实大阴线走势不同于大阳线走势 大阴线走势无论在什么位置出现都不是太好 低位位置出现往往低位位置短期进行一个红盘震荡或者是调整 高位位置出现大阴线的话 那么未来股价必须快速的把这个大阴线吃掉 才能够有效的上涨 那么我们在投资当中就要注意大阴线了 如果你投资的个股早盘的时候出现这样的走势 很多大阴线都是这样引起的 早盘的时候出现高开 高开之后缓慢下移 最后在震荡收高之后 然后在尾盘的时候收在底部位置 往往这样的走势预示着短期补价见顶 那么需要调整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它有一种走势 它不是这样直接下去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大阴线 呈现什么样的走势 呈现一个长的下颖线的走势 也就是说它虽然有阴柱 但是它显示这里有个长的下颖线 往往这样的走势 它其实当天的走势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早盘的时候 其实确实是早盘的时候 高开了 高开然后冲底 冲底呢 然后再呈现一个上涨 上涨呢 然后震荡 最终尾盘收平 其实这样的个股呢 它往往就是因为主力庄家短期进行洗盘 短期的时候 因为特别是高位股的话 它短线洗盘 不能花一点天或者两三天的时间 它要洗盘的话 可能就半天时间 所以往往也会走出这种长的下颖线 然后带大阴柱的走势 往往这种股价后期的话 也是有机会的 特别是一些强势股 但是如果一些实体阴柱 特别是光头阴线的话 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 一般光头阴线 确实真的是主力在吃货 那么我们在投资当中 也要进行一个规避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走势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高位股 我们很难用一根阴柱 判断它未来呈现一个下跌 对不对 这个都比较容易理解 对不对 它毕竟涨上来了 涨上来了 不能讲一天出现一个阴柱的 然后我们就离场了 那么我们可以切换到周线级别 周线级别当中 我可以看一看 周线级别当中 出现了什么信号 它就会出现一个上影线 很多时候的顶部信号 周线级别上影线都非常明显 我们看一下这个区域 以及这个区域 它这个上影线说明什么 冲击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失败 你看周线级别冲击 我们讲短线 短线的时候 我们看日线级别很难看出来 你如果看周线级别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有一根长的上影线 所以这种走势 要想继续走好的话 它就必须要修复这根上影线 想要修复这根上影线 它就需要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它在这个位置 出了上影线 然后在这出了下影线 如果在这里能够震荡 震荡两下 再次往上走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 也就类似于这个区域 它必须要把这个上影线修复掉 它很难直接突破 这根上影线 比如说很难直接突破 这个上影线 难度是比较大的 它就需要放很大的量能 比这个前面更大的量能 然后才能把它吃掉 因为正常情况下 要吃掉前高的话 要有达到1.5倍的量能 所以短期的话 主低的话 大概率还会呈现一种震荡 然后再进行一个拉伸 那么在投资当中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来看日线级别 比如说日线级别 出现了一个大阴线 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做一些波段操作 有一些高位股 相对来说 虽然是高位股 但是总体来说 并没有涨多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做波段 而如果做波段的话 大方向我就要掌握好 这里虽然出了一根大的阴线 短期的话 大概率会呈现一样修复 修复之后往上走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在投资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握这种机会 总结来说 就是在投资当中 如果遇到大的阴线 特别是那种光头阴线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了 因为那种说明主力 想要进行强洗盘 强洗盘的话 往往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 而这段时间的调整 相对来说 持仓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尽量还是规避观望 第二个呢 是属于那种阴线当中的 长的下带一根长的下一线 往往那个代表的是 主力短期洗盘的特征 什么样长的下阴线呢 我们在这里也简单画一下 其实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 长的下阴线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这样的走势 这样的走势呢 往往预示的是主力 代表的是洗盘 洗过盘之后 如果量能能够跟得上 大概率还是有机会 创出新高的 第三 像低位的大阴线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确实遇到利空 比如说在这里出现 一个大阴线向下砸盘 另外一种是主力正仓 比如说主力拉了一根大阳线 拉了一根大阳线 紧接着来了一个阴线 说明主力想要在这里 把筹码打散了 往往这也预示着 后期股价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波动之后将会引来上涨 所以在投资当中的时候 不同位置出现大阴线 代表不同的结果 有的时候我们在投资当中 不能等到大阴线形成 才在卖出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切换指标 比如说你做一个标题的时候 你可以切换到60分钟 60分钟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在什么位置 比如说冲不动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明显看到 对不对前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第二波在这里已经冲击失败了 也就是说他60分钟 形成了一个双顶 一个双顶 双顶的话 短期的话大概率就迎来调整 我们不能等到 在日线级别出现大阴线的时候 做出抉择 这样的话 那其实有的时候卖出可能都晚了 有的时候买入的话 可能也比较被动 所以在投资当中的时候 我们也要切换到60分钟 因为日线当中的大阴线 也是60分钟走出来的 所以适当的使用60分钟 然后配合相关的包括量能指标 进行一个投资 量能指标包括MSD柱 的进行一个投资 MSD柱的话 我们其他课程里面有 大家给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就特别适合把握短期的 多空抢握程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我是拍摄男友 喜欢